我叫迪利尔,大家都叫我比尔,我练习杂技13年了,主要节目叫《躲杠》,在《躲杠》中担任迪作这个角色。 在17年,当年我21岁,我跟我三个兄弟一起去参加《门特卡罗杂技艺术节》,当时难度动作由1080度转体, 双人双翻等一系列难度动作,比赛中拿了唯一金奖,当场有2000多名观众专业评审团,都起立为我们鼓掌,为我们喝彩。 赛后有媒体采访过我,我记得当时也说过这样一段话,这次我们拿的是青少年的金奖,如果有机会的话,我肯定再来一次《门特卡罗》,来一次成人的金小丑奖。 一转眼六年过起了,我成了团里这一批成员中最大的一个,我知道这个年纪再想拿一次金小丑,已经不现实,但我还是渴望在30岁前拿一个国际金奖,为新疆拿一次奖。 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,当年一起练的三个兄弟中两个已经离团了。 新跟我搭档的这个姑娘叫诺尔兹亚,是个01年的小姑娘。 女孩子练斗杠这是在新疆杂技界中还是第一次,换搭档意味着磨合了12年,一个眼神就可以交流的默契,要推翻之后重新建立。 而斗杠这个项目,扛杠子的底座,空中翻腾的尖子,必须在日复一日中练出本能一样的默契,才能保证上台后万无一失。 多 patient剖感如果知道,手聚在名的手属中要发现,不曾经有关于这里。 我的天 太边不说话,不可能。 多默奖地尖子有关于這尖子,在大方的船上,未经许能。 多久,在这尖子的诗诺尖子的状导。 第一尖子、少默套地尖子。 他们多默套地尖子的赤子有关于这里。 尖子、深潮地尖子。 每天, 重要的那边都有部尖子, 练杂技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是靠软度 但我要带着诺尔茨亚练力量 特别是核心的力量 练肌肉的控制力 练到她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极限 诺尔茨亚她刚接触斗刚这个节目 更何况我是看着她长大的 对她其实挺严厉苛刻的 也不像让她走我当时走过的一些弯路 对她的一种东西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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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到现在还没有参加过大的比赛 我也想去 想拿个奖什么的 其实我特别享受在台上的感觉 灯光 观众的掌声 感觉一切辛苦都特别的值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